感谢主 赞美教授 我特别多讲了六堂 六堂的突破生命的讲道 这六堂里面我就再告诉你 一个基督徒生命可以改变 一个基督徒生活可以改变 一个基督徒灵命可以改变 一个基督徒的情况可以改变 一个瓶颈可以改变 但是今天来到第七堂 我必须问一个问题 你愿意突破吗 那整个讲了应该讲了都讲了 圣经的话已经教了 关键在哪里 其实关键是这样讲自己 每一个信上帝的话 接受上帝的话 遵行上帝的话的人都能够改变 而且都能够突破生命得胜 但是在哪里你愿意吗 我们看一个人 这个人身份改变 一个很特别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撒开 我们看他怎么样 愿意在主的面前 得到完全的改变 打开正经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至十节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至十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一节 圣经记载说 耶稣建了一个城 名叫耶利哥城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撒开 大家说撒开 撒开 他是一个税利长 是一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他就跑到前头 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山海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就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山海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我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 拯救 是傻的人 这个祷告 主圣灵我去告你的圣灵 开我们的心 让我明白你的旨意 谢谢你去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灵 阿们 各位姐妹 我们看着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撒旦 圣经里面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他 第一个 就是他是一个税吏 什么是税吏 税吏就是text collector 就是收税 收税的官 整个世界的收税 我可以这样讲 都值钱了 OK 都值钱 他也不例外 很久以前 已经值钱了 OK 然后这里在形容他 他是税吏长 什么税吏长 税吏的头 税吏的头 大加大 税加税 他是加大 税吏长 OK 然后这里呢 又说他是一个财主 非常有钱的人 这个也形容说 人家不喜欢他了 对不对 当耶稣进到了他家的时候 大家在议论纷纷地说 怎么耶稣跟一个罪人 坐在一起 吃饭 在当时的社会 他们最不喜欢的就是三种人 犹太人最看清的就是三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敬 他们形容是肮脏的 第二种人呢 就是外邦人 什么是外邦人 不是犹太人的血统的人 叫外邦人 他们就是看为第一等的 二等公民 然后第三种人 就是这种人 叫税吏 他们称他为淫宅 他们称他为糟糕 糟糕 糟糕明白吗 赫奸也在哪里呢 他们是帮罗马政府 就是统侠 制民他们的 这个罗马政府来收税 那这帮的人呢 通常会怎么样 这帮的人呢 通常呢 就是把应该收的 给了政府 自己就多吃一点给自己 所以他可以欺诈你 他有权欺诈你 因为罗马政府授钱给他们 他应当交的税 交完过后呢 他们不理他们做什么 所以这些人呢 都欺诈人 都骗人 而且都是人家不喜欢的 那这个这样子的人呢 听见耶稣要到他住的城 叫耶一哥 耶稣每当去到一个地方 都很拥挤的 那个情况呢 通常就是好像我们的阿吉哥 来到边城 或者是我们的灵灌灵 去到的一个地方 都是非常拥挤的 耶稣呢 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出名的 因为他叫死人 父母 他叫瞎眼看见 他叫且腿行走 手乌干了 脚乌干了得到医治 麻风病了得到医治 所以他叫民生床偏偏地 什么人都想要看到他 很多人来到他面前 希望得到医治 有很多人来到面前 喜欢听他讲智慧的话语 有很多人希望看见 这个风银本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撒盖也不例外 撒盖也不例外 然后撒盖呢 当时要看他的时候 出现了一种状况 很多人 非常多人围着他 但是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他的缺陷 他很矮 也要打得到 很矮 想想看 他一直在那边笑 看不到 那如果你是讨厌他的人 他站在你后面 你会什么做 撑机会 他做了一眼一眼 总之不论怎么样 他怎么样 撞他撞不进人群中 原因的第一 他矮 第二 人家不喜欢他 一看到他 故意就弄他 然后再加上 他飘来到那边 都看不到太多人了 后来他隐隐看到一棵树 那棵树叫做桑树 耶稣在这边走来 一并经过那边 所以他跑 爬上出去 看 等着 耶稣在那边走过 一台楼看见他 今天叫他的名字 你看到吗 很特别 耶稣叫他的名字 他第一次见耶稣 但是耶稣叫他的名字 我告诉你 在这里的当中 我神就不能记得所有人的名字 耶稣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所以我说耶稣在你们心里面没有错的 撒开第一次见耶稣 耶稣叫他的名字 撒开 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那兄姐妹 为什么 撒开的生命改变 我要告诉你 第一 因为他要看见耶稣 他才说他要看见耶稣 他要看见耶稣 你要看见他 你要看见他 圣经里面第三节这里说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人很多身材又矮 他跑到前都爬上山树 要看耶稣 那我告诉你 这个人是有钱人 穿金带银 然后荣华富贵 然后燕荣华贵 身上的都是灵牌 看到这个财主 爬树好像猴子这样子 那个情况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他多少岁都知道 胖胖是肯定的 有钱人大多数都是胖的 但是我们这里为什么 看到没有钱的人胖很多 奇怪 他就爬上去 我很幸福的爬上去 你看穿着美美爬树 这种的那个想象 请你换知一下 为什么呢 他真的不管你 不管三七二十一 整个心就持有 一个想法 无论如何 排除完了 一定有看见耶稣 为什么耶稣选择他 第一 他要看见耶稣 那同学们 我刚才跟你讲 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突破 你愿意吗 你到底愿意突破吗 关键在你自己 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 信主了多年了 然后在教会里面 还是经历不到神 原因在哪里了 你来教会是看什么 很多人看环境 很多人看美女 我只能是安定 很多人看美女 很多人来找关系 很多人听是非 很多人看牧师怎么表演 好像Monkey这样的 很多人都来到教会 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 你来看什么 杀盖唯一 他整个思想 他要看见耶稣 他一定见耶稣 他是一个罪人 他心里怎么想 我不知道 但是他心里面渴慕 你看到 他的那个动作 他的那个恒星 你看到 他的渴慕 看见耶稣 今天我告诉你 对不起 你来到这里 你想要看什么 如果今天你选择 来到这里 是要看耶稣的 不看人 不看黄金 单单要看基于耶稣 今天你就看到他 阿们 对不起 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 跌倒失望 别在那里 他的眼睛单单看人 他的眼睛单单看问题 我告诉你 你来到教会 不是看别的 而是看见耶稣 你来到教会里面 不是看人 是看耶稣 因为耶稣才能够帮助你 阿们 阿们 你给我把他 我说耶稣才能够帮助你 你不要看人 人不能帮助你了 人会可以失望 你看教会里面 看到人 你的心情就叫我 你能够帮助我 阿们 你能够帮助我 阿呦 无意为啥的 两只牙齿就来了 这样子 所以你就很辛苦 你失望了 你失望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眼睛看人 你眼睛看问题 我们来到教会 当然唯一可能 就是看耶稣 当你看耶稣 你不会跌倒 当你看耶稣 你不会生气 当你看耶稣 不会失望 当你看耶稣的话 我告诉你 生命丰盛满足 我失望大路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什么样的问题 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会长久生气 我也不会长久灰心 我有灰心 我有感觉 如果我没有情绪 我不是人了 对不对 我是人了 我有感觉 但是我不会长久生气 我也不会长久 失望灰心 为什么 我很快地把我的眼睛转向耶稣 我很快地把我的眼睛转向耶稣 我开始明白祂的旨意 我开始看到祂在我生命的作为 我开始看到祂在我生命的磨练 我也开始看到祂的帮助 我开始看到祂带领我走前的道路 所以我不会永远失望 我会永远回心 我会永远伤你祂 我也会永远软弱地站在那里 因为我的眼睛不堪能 不堪视 我怕祂结束 今天来教会你看什么 就觉得你要看什么 我要求你 你要求你 你还要教会 帮人家做一些事情 整个渴望 看耶稣 耶稣才能够帮助你 耶稣才能够改变你 耶稣才能够一致你 释放你 对不起 不是开门 不是开环境 看耶稣 他找到了耶稣 耶稣给他找到了 大家这个人特别在哪里 为什么耶稣选择他 第二我们来看 大家说 他要接待耶稣 你愿意接待吗 我们看 在第五节这里说 耶稣到我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开 叫他名字 撒开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面 那神经那个行动词 特别好好看 小心去看神经 会看到很多其他东西 我们看第六节 他就急忙下来 哪一个 多少岁的人 我不知道 查上 柱站 急忙下来的样子 你们看到到吗 然后他 弯弯西 行里面 充满 喜乐 结拜了耶稣 那为什么耶稣来到我们的家 是一种的肯定来的 耶稣来到我们的家 是一种的医治来的 这个我已经告诉你 圣经已经描述出来 人家不喜欢 他们整个城的人 都不喜欢这个人 都认识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是罪人 这个人是吃人家钱的 这个人呢 所有人五福建网所说的 是母鸭家人 明白吗 没有人喜欢他 耶稣竟然选择他 来到他的家 在这里为什么耶稣选择他家 是不是他好 是不是他圣洁 是不是他公义 他没有半点条件 让耶稣选择 耶稣来到他家是恩典 我告诉你 你对我姐妹 你无论是什么背景 也许童男友看得好不好 圣洁安章 他是无条件爱你的人 只要你愿意接待他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 他愿意 走进你的生命 你对我姐妹 这个接待这个字眼很特别 当在接待耶稣进入他家的时候 患患心情 整个生命都愿意的 我告诉你 在前面你会看到他怎么样改变 当我还看到他怎么样改变的时候 我们思想这个接待这个字眼 那为什么 对我姐妹 我特别强调在接待 对我姐妹 今天你算你是信耶稣了 但是你信耶稣那么多年的话 你的信到底是怎么样回事 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 我们必须接待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你前走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主 让他带领我们 这个叫信 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 很多人都信耶稣 很多人都说他信耶稣 他们最出名的就是巴达人 你知道吗 巴达巴达 他们都是克里斯汀来的 但是他们做什么 他们开独裁 他们开暗国业 他们平安抢地盘 他们甚至是信这个法术 攻他 降头 默默的 在教会里面也信这些东西 这些人一时能一打开眼睛 都是克里斯汀的 他们也承认他们是克里斯汀的 他们吸毒 他们吸 吸烟 他们什么都说 他们是基督徒的 我告诉你 这种的信有没有用 他是不是基督徒 在墨西哥 巴丁美洲 差不多每一个都是基督徒的 他们每次出去做什么 都经过神父的祷告 他们要先摆茶盘 卖一句诺 他会叫神父 保守我啊 上帝保守我啊 玛利也保守我 那我们这次走出去的时候 不会被塵壁 不会吃子弹 因为我的货 我一定要收一切 所以所有人那些跟我作对的 全部给他死 死光打 死光打 他也拜耶稣啊 他每一次犯罪回来 他有找神父告解的 他也算基督啊 我问你 他算不算基督徒 什么是信 这里看到整个生命的改变 是因为撒开接待耶稣 他让主掌权在他生命里面 怎么样看到我的信 怎么样看到你的接待 耶稣很奇妙哦 他接待没有停到哪里 他说我要进入你的家住 有没有 撒开 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 因为撒开 万万兮兮的接待他 耶稣当你接待耶稣了 耶稣是进入你的家住下来 家代代表什么 你的生命 家代表什么 你的生活 当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 跟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有关系的 姐妹 当你说你信耶稣 当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没有耶稣的话 算不着你信耶稣 很多人基督徒 在教委里面 只有信耶稣一天 信几天 而且两个钟头 过了一个星期 一天两个钟头 哦 耶稣在外面 家的外面 我在里面 我喜欢开门给你进你进来 他不喜欢你不要进来 最好 给你干涉我的生活 怎么样看得出 你是一个真正信耶稣 接待耶稣进入的生命的人 你的生活很重要 第一 看你的祷告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每一天 都祷告的 有主义同在的 第二 看你的灵修生活就知道了 你是不是有没有读圣经 常常每一天渴慕 在听主的声音 主的带领 在你生命里面 给你的旨意 愿意随时随地 遵循他的话语 有没有 第三 你的生活棋子 有没有一个基督的榜样 看你生活就知道了 你是识别书的人 你是读经的人 不过你的所作所为 探不住 我告诉你 能不能接受 你觉得这种的信 是不是真的信 你自己过不了你自己的一关 更别说你可以过了上帝的一关 所以在圣经里面 耶稣常常不断不断地讲 很多很多的比喻在告诉你 到了时候 他会将绵羊和山羊分开 对不对 他会将麦子和白子分开 然后他亲口说 不是凡无趣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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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够进天国 到时候有很多 所谓他的仆人先知来 告诉他说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行康义人吗 也是说不认识你 对不起没 有分别了 耶稣爱你 耶稣给你恩典 耶稣有不计较你是什么人 但是你愿意接待他 当你愿意接待他的时候 你的生活要让他做下来 你的生命里面 要让他做下来 这样子的人才叫做真正接待耶稣的人 当你接待耶稣进你的家的时候 对不起没 耶稣就成为你家之主 你的生命的主 我们称了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主耶稣 什么是主耶稣 当你称他为主的时候 意思说你帮你把你生命的主钱交给他 让他来带领掌管你的生命 你把你生命的主钱交给他 从今天开始你生活不再一样 你是顺服他的生活 你是遵行他旨意的生活 只要在圣经写的 只要他要我们做的 我们都愿意顺服 因为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仆人 所以我们在圣经交给他的时候 意志我们要跟随顺服 降服他一切的旨意 所以我告诉你 当你说你接待你信耶稣的时候 跟你的生活你生命有关 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个基督徒 但是我们的生活好像不是基督徒这样子 我告诉你 你自己也不能接受你自己 更何况是主耶稣 阿们 你自己都过不了你自己这一关 你怎么样过耶稣那一关 当你说你要接待的时候 我告诉你 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 你要成为 你要让他成为你的主 进入你的家 进入你的生命 来迎代你 你去突破 所以我告诉你 我问一个问题 你愿意突破吗 你愿意突破 你要选择 今天开始 你接待耶稣 耶稣不计较你是什么人 他爱你 但是你必须 去接待他 让他掌管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改变 阿们 只有我们来看 为什么耶稣捡不捡他 他特别在哪里 因为他愿意走出来 问你隔壁的 你要走出来吗 看圣经 第八节 十九章 第八节 中文都说 这是罪人的 为什么耶稣 进去里面住 但是第八节那边 开始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 圣经就进来说 上海站起来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 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辈 众姐妹 你看清楚 这段经文 耶稣 这也没有描述 耶稣在讲道 耶稣有没有责备他 耶稣有没有告诉他 怎么做 也没有命令他 不对 这是他的意愿来的 当耶稣进入他生命的时候 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件事情 这个看经文 经文显示说 撒开在这里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半 挺好 他的家产的一半 分给穷人 然后 他骗了谁 就还四辈 这个是律法来的 如果你偷人家东西 如果被抓到的话 你要还四辈的 这是当时的律法 摩西的五经的律法 然后这个人造作 我额扎的谁 还他四辈 你想想看这句 这句话宣布 有多少人要站在他门口 我想你整整的 哇 推掉来啊 四辈 我问你 你可以算出来 撒开的财产 一半给穷人 还他所骗的人 四辈 他怎么会那么富有 他所有的钱都别来了 所以他滑了四辈 你想想看他胜多少 我不知道 可能 可能 那一天开始他变成仇人 懂得 这个人是想尽能夸富贵的人 他为什么做出这么大改变的 这么大的选择 原因 原因 原因我告诉他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他值得跟从耶稣 Amen 他觉得跟从耶稣 比他的财产 更加的宝贵 所以要放弃一切 跟从耶稣 这是他的意愿 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改变 得不到突破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现在我们所要的东西 比耶稣更有价值 所以我们得不到改变 所以我们得不到突破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 不能生生的经历神 因为我们所选择 现在所选择的 比耶稣更加有价值 社会不一样 为什么他能够突破 能够改变 因为他觉得 耶稣比他现在所选择的 更加有价值 你觉得赌 比耶稣更有价值 你不能从赌里面跑出来 你觉得你身边的 那个女人 不是你老婆的 更有价值 你走不出来的 你觉得 你的生意 比耶稣更有价值 我告诉你 星期间 有生意 你选择生意 你觉得你的工作 更有价值 你会选择你的工作 我会选择耶稣的 有一个故事 问他会有 如果你四年 没有做工了 突然间有了一个放法 不是你钱的工作 请你 你做不做 如果这四年 你没有工作了 突然间有一点不易的钱 你愿不愿意接收 就看你的价值观 你的价值观 很多人 愿意受苦 愿意受苦 放弃 一切为了耶稣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因为他们觉得 他选择耶稣 比选择 这世上的一切 更加有价值 这一切 听起来 今天要做 我看 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 你选择 微却吗 继续走这段路吗 还是你选择 放弃耶稣 走比较容易的路 这个人 他选择做艰难的道路 他选择做实际家的道路 他选择选贫穷 他选择受苦 而不在罪中之恶 他选择受苦 也要离开他的罪 离开他的埃安 他找到什么是最宝贵的 他找到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他找到什么是真爱 他找到真神 他找到一个真正给他恩典接纳的 爱他的 他找到一个他能够依靠的 比钱财更加有依靠的 他找到耶稣 所以他放弃钱 今天要知道祖国吗 你愿意吗 很重要 你愿意走出来吗 你愿意走出来 你的手里就改变 你会看到改变 既然日子一过 你会看到改变 今天有一个见证感动 深深感动 抓住我的心 就是我和教会 吉拉帆分堂 所发生的一个见证 这个见证对我来讲 非常的奇妙 然后四年多前 四年多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的信主 他犯了他忧意证 自杀 结果祷告过后 他愿意证得到一次 不再吃药了 到现在好多年了 也不再吃药了 而且他好了过后所面对的问题 比他忧意证前所面对的问题更大 他开始传分带给他丈夫信主 他开始带着很有信主 他开始带着他家的信主 就传分给他大儿子 他儿子也相信他 不过还没有尽力 然后他媳妇很反对 他媳妇是非常坚持的反对 就是教育的人来的 然后生了就怀孕了 生了双胞胎 一对双胞胎 结果生了双胞胎 虽然这个孩子不能用 为什么呢 两个都患上双胞胎贫症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因为原来check到 他爸爸有双胞胎贫症 他妈妈也有双胞胎贫症 生了双胞胎 就双胞胎贫症 而且一触身 告诉你不能喝奶不能呼吸 很想又早想了 医生说不能用 尽量而已 不能用 医生也宣布说 这种的情况 其实只有整个世界 只有几十个人中的 而且活的巴仙力 是非常少非常少 这个爸爸就很痛苦 跑到教会里面祷告 他醒了一个烟 他说 主啊 你让我的儿子活下去 我敬你 我接受敬你归下你 结果今晚他祷告过 他的孩子开始可以喝奶 又不久了过后 他的孩子 连那个呼吸的那个养器管也脱掉了 他就很高兴 他记得他的烟 他跟他太太说 我要敬你 他都太大发雷铃了 在医院里面打他 看到哪个人打 有没有看到有人打他 就软了 打他 打到老婆 找到他 吹发破 然后跪在地 硬的不然软的 跪在地外 求他不可以来敬你 就挖住他骨子 那一天敬你的时候 我去西德的时候 一场大风暴 过后他来敬你 他迟到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拉着他的骨子 他拖着的那太 硬要来敬你 因为他知道耶稣医治 他的儿子 他看见了耶稣 他敬你过后 事情没有好过 那个生活更加糟糕 他的太太开始 越大越多 就几次 他妈几次都要离婚 打架的事情 他就打架的事情 打架的事情 然后闹分开分鸡 然后就和 要离婚就是了 但是就是因为他每一次来 我那边我一直牧养着他 在电话里面一直牧养着他 鼓励他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坚持下去 用祷告用的 我为了祷告他家里 也为了祷告 因着这个信仰 他也跟他的 这个恰伯不和 常常吵架 吵在那里 说搬去外面住 住 结婚供孩子回来 几个月都搬去外面住了 自从他搬去外面住以后 过三年 没有跟他的家婆 讲过一句话 没有叫过他 有让孩子回去看 他就放了 就走 三年 他丈夫很痛苦 家庭那么热 他选择跑远路坐 他旅行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每天过了痛苦的时候 但是他努力开除 一直祷告 他的家婆一直祷告 上个星期上 我们在北海 在当时开了一个小组 第三次了 一个月一次了 他的这个 妈妈是我们的交流会友 他也来参加 他突然间打了一个地方 有什么事 我讲一件事情 我的媳妇 我没有跟他讲 我的媳妇说 他又载我来小组啊 我笑了一笑 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 我跟着他这么多年 我一直帮助牧养他 我知道他的情况 他的记录真的很硬很硬 那种的你知道吗 他来了 结果呢 在电话当中 他也无所忘记告诉你 一个很奇妙见证 没有一道理 我一直告诉你 你有时间听我讲 所以也有时间 十一年前 发生一件事情 那天呢是 那个 这个什么啊 这个 二九妹 三十妹 三十妹那种 他的媳妇突然间 他讨论了很多人 他的媳妇突然间 跟他的丈夫说 他要回去吃团年饭 哇他就 哇 我又没有发疯 发疯了 他跟他太太说了 他真的回去 他回去了 带孩子回去了 一进门 第一次 三年了 第一次 叫他妈 叫他爸 他两个都杀掉了 很高兴 他们都杀掉了 哇 然后他的妈妈 他的家伙就在外面 在里面洗菜 他突然间走到厨房里面 跟他的家伙说 就是我们的位友 跟他说 妈 这起来呢 这个对不起 我做错了很多东西 请你原谅 我希望经过这个团年饭过后 我们可以一笔口响 把他骂过去 他的家伙听得酷哦 也请你拿原谅 对不起了 妈要原谅 也原谅好不好 妈妈的脾气很卖 两个人就和好哦 太高兴要和好哦 不要说让他喝掉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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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回家 开始整个家庭圆起来哦 圆起来以后呢 就是三个星期三 他突然间 他知道我们有小组 他知道妈妈要来小组 他亲口啊 亲口自己说啊 妈今天晚上啊 跟着急起来 跟着急起来 我们再进去 他妈妈吓傻了 吓傻了 他叫我吓傻了 去打电话给我来报喜 太高兴了那天晚上 我们一起祷告 他也跟着我们唱诗歌 也为他的孩子祷告 然后我们也讲 见证 他醒了 有时候有笑的 那个情况是很特别 因为我认识他 我看过他犯杂的时候 你能明白吗 所以我认识这个人 我看到这个突发性的改变 真的很感动我 我从这里看到神迹啊 阿们 我看到神迹 看到上帝动工在这个家 本来破碎了一下 一下子把它转变 变成烟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在那边 继续的祷告 不放弃的祷告 愿意付代价的选择耶稣 上帝动工 试你过后 对不对 然后更大的见证是什么 他生了这两个儿子 医生说好了 不过也丢了一个很 一个咒诅一个不好的话言 这个孩子 其实跟你讲 不会活得很残命啊 他告诉我这两个孩子 因为他常常还是要去 这个啊 这个什么啊 医院里面去做一些手术 治疗啊 长期幸福啊 所以医生不会活得很残命啊 最近啊 有个电话车进入过来 他在第二年的时候 生了这两个孩子 第二年就生了第三个孩子 进来 最近的时候 医生就发现到 他的第三个弟弟啊 第三个儿子的骨髓 可以给他两个哥哥 医生的手术如果成功的话 这两个哥哥就可以健康起来 派神的上帝好不好 连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呢 也是上帝的旨意 他两个中医生买凭血症 第三个健康 所以他的骨髓可以给他两个哥哥用 我说我可以祷告 太奇妙了 我经历了神 太奇妙了 我告诉你 对主不要放弃 我告诉你 时间一到 上帝会神迹般的改变你的生活 上帝会神迹般的改变你的生命 就好像改变这个家 现在整个家都来到教会 太奇妙了 对不起 你要突破吗 你要看见他吗 你要解释他吗 你愿意走出来吗 当你愿意 甘丹看他 当你愿意 耶稣他进入你的生命 当你愿意咒出你的黑暗 选择耶稣 今天有一个好多吗 拍拍个别见门一下 高层选择耶稣 我们一起在一起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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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